本文沟空机构Domitiv Research的官方网站为其12月11日发布的有关恒安国际的沟空报告,文中观点不代表志通财经观点,我们正在沟空恒安,因为我们认为恒安自2005年以来,已经伪造了人民币110亿元的净收入,这在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虚假现金。 鉴于恒安负债累累的现状,我们认为其股权价值最终接近于令,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1044公司或恒安,以及在中国的七度空间,安乐乐和安乐品牌卫生金而闻名。 在一个非常饱和且商品化的行业中,恒安声称其2018年上半年卫生金业务的营业利润率来51%,而其竞争对手正在努力创造15%的营业利润率。 恒安披露的卫生金业务的历史资产回报率同样值得怀疑,其声称2016年卫生金业务的资产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72%,我们认为该欺诈计划是通过公司间内部关联交易往组织进行的。 这些公司间关联交易指的失增利润,并表现为虚假现金余额,尽管截至2018年6月30日,恒安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余额为人民币198亿元,营运资金余额为人民币76亿元,恒安一直在积极开展债务筹资,以支持企业务。 在2018年8月到12月的5个月里,恒安向投资者发行了6期债券,总计募资人年币75亿元,其中大部分所得款项声称,将用于营运资金。 公司欺诈的特征之一是内部人士与关联邦进行虚假交易,根据欺诈者想要的业绩结果伪造交易量,收入或利润。 这些虚假交易,通常只是紫面交易,因此伪造的买卖活动,作为应收款和,或应付款出现在交易对手的资产负债表上。 我们怀疑这就是恒安内部人士,向审计师密切欺诈行为的方法。 该建局的策划者,也获得丰厚的现金回报。 自2005年以来,恒安共支付人民币,172亿元的股息,这意味着,恒安内部人士从股息中赚取了至少约人民币78亿元。 我们的研究发现,恒安向其首席执行官的私有家族企业仪,0.7被于2016年仅收入的低廉价格出售资产,而其中的关联关系从未披露。 此外,我们发现恒安的内部人士的私人企业,称称与恒安旧福建房地产项目进行了交易,但同一样未得到披露。 这加深了我们的怀疑,我们认为恒安为披露,即向内部人士输送额外利益,而这种利益输送,亦损害投资者利益为代价。 那么,投资者应当如何给这样一个被负责手段的以至于通过虚假的公司间内部交易来指造和引益虚假利益外和现金,内部人士操控的上市公司估值? 我们认为,只要恒安的内部人员仍然是家庭亲属,恒安的现金和资产将被输送给内部人士,并且以牺牲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为代价。 如果恒安的控制权发生变化,我们认为新的管理团队会发现恒安的账目,包含了被夸大的增长率和盈利能力,以及资产价值的严重高收。 随着这个传奇的轰然倒塌,我们怀疑将会出现债务契约的违约,资贷成本的增加,财务杠杆的进一步提高,以及股息支付的减少。 考虑到恒安2018年6月30日,短期金融负债额178亿元人民币,并在过去5个月内筹集了人民币75亿元的额外短期债务,我们认为债权人可能会争先恐后的要求偿还,或者以低于表面价值的方式清理债务。 让恒安的股权最终毫无价值,一,伪造的卫生巾业务盈利能力,中国有超过2000多个的卫生巾品牌,发达的在线电子商务市场,以及很低的进入门槛。 而卫生巾本来就是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广泛使用的消费品,我们预计这些业务只能带来了一把消费品的营业利润率,但恒安的这些业务在2018年上半年产生了51%的营业利润率,我们怀疑恒安于2005年开始伪造期卫生巾业务的利润。 当时,面对激烈的竞争,恒安的卫生巾业务的盈利能力,与其披露的借款金额一样莫名其妙的飙升。 根据我们的估计,自2005年以来,恒安已从其卫生巾业务伪造了人民币,94亿元的累计利润。 A.恒安中国与恒安之间,难以理解的业务盈利能力差异。 尽管恒安声称拥有领先权行业的盈利能力,在过去五个月内,恒安中国向投资者发行了六期债券,共筹及其15亿元人民币。 我们审阅了恒安中国债券募集说明书,并认为恒安中国披露的业绩支持了我们的空点。 即恒安在其香港交易所的披露文件中大幅伪造了其卫生巾业务的营业利润位率。 在其目击说明书中,恒安中国披露,其卫生巾业务的营业利润率平均约为31%。 比恒安于2015年至2017年,在香港交易所文件中披露的低1215至1477个基点。 B.恒安财务副总监称,恒安的卫生基利润率与恒安中国一致。 2018年11月3日,我们采访了恒安的财务副总监李伟良先生,恒安财务副总监李先生同时也是恒安的投资者关系代表,董事会秘书,正确事务代表和恒安中国的监视。 在恒安财务副总监给出的一个例子中,其计算出恒安的卫生基业务营业利润率约为29%,与恒安中国的卫生基业务营业利润率一致,而远远低于恒安在香港交易所向投资者披露的51%。 C.竞争对手首席财务官评论显示,卫生基业务营业利润率最高为15%,通过与熟悉中国卫生基行业的竞争对手首席财务官的交换沟通。 我们了解到中国品牌卫生基生产商在建立实现大概15%到16%的营业利润率。 2018年和2017年,恒安的两家国内卫生基竞争对手,景星和百亚,分别提交了上海和深圳A股上市招股书的申请版本。 2017年,景星的卫生基销售额达到人缅币16亿元,营业利润率为9.3%。 2016年,百亚实行卫生基销售额人缅币5.46亿元,营业利润率10.5%。 二、未早的银行存款,投资者应对那些号称路德大量净利润且拥有高额银行存款,却即使严重依赖短期借款的公司是怀疑态度。 截至2018年6月30日,恒安报告的营运资金与额为人民币75亿元,监质率是最高。 尽管如此,从2018年8月到12月,恒安中国向投资者发行了6期债券,共筹集75亿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所得款相声称,将用于营运资金。 我们认为恒安最近增加起债务的真实原因是因为恒安报告的现金是虚假的,我们怀疑恒安几乎所有的短期银行定期存款都是虚假的。 根据我们的估计,自2009年以来,恒安从虚假的短期银行定期存款中,进一步伪造了人民币16亿元的利息收入,使我们的计算的虚假利润,总计达到人民币110亿元。 3.获利 根据我们的经验,大多数欺诈者的意图,是让内部人员从骗局中获利,最终以牺牲毫无戒心的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就恒安而言。 我们指出,其通过第三方的借款,来实现超额股息,并且与微披露的关联邦就建设和运营一个恒安在福建的跟核心物业进行交易。 为人民币78亿元的股息,改骗局的策划者,已获得丰厚的险金回报,自2005年以来,恒安供支付人民币186亿元的股息,这意味着恒安内部人士,目前已经从股息中赚取了至少约78亿元人民币。 B,内部人士受益于恒安的福建地产项目,我们认为,恒安向投资者谎称了恒安中国子公司购买者的独立性,并且恒安没有披露恒安首席执行官的四人家族企业,参与了福建房地产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运营。 具体而言,恒安内部人士利用恒安在福建厦门恒安国际广场,厦门恒安广场的现金投资,向恒安首席执行官的私人家族企业输送利益,而不披露其中的关联关系。 为披露的利益,输送包括来自费用的现金,以及向为披露的关联房低价出售子公司,该子公司从厦门恒安广场获得物业管理收入,被以0.7倍于2016年经历了的低连基准价格出售,为造的卫生机业务盈利能力。 中国有超过2000多个的卫生机品牌,发达的在线电子商务市场,以及很低的进入门槛,而卫生机本身也是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广州使用的消费品。 我们预计这项业务,将带来一般消费品的营业利润率,但恒安的这项业务在2018年上半年产生了51%的营业利润率。 最终,我们认为恒安披露的卫生机营业利润率是伪造的。恒安成立于1985年,主营业务卫生产卫生机。 当时,中国市场对卫生机的渗透率仅为2%到1997年,中国市场渗透率位41.8%,恒安受益率作为中国最大的卫生机生产商的领先市场地位。 当时,恒安披露起,96%的销售额来自卫生机。 到1998年,恒安已经将其卫生机市场,描述为极具竞争。 与宝洁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PG、金百利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KMB花王公司东京证券交易所,4452和强生公司纽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 J&J等公司的国际品牌竞争中国市场份额。 到2004年,恒安透露中国大陆卫生机市场渗透率超过60%,并开始进入成熟阶段。 2004年,恒安披露卫生机收入年增长率为1.4%,其中,71%的卫生机业务销售来自高利润的安二乐品牌,实现了23.9%的卫生机业务营业利润率。 接下来的两年对卫生机生产上来说是艰难的。 在2005年和2006年,恒安透露,竞争家具和原材料成本上升,导致许多中小型制造商倒闭并停止生产。 随着竞争的家具和原材料成本的增加,我们预计营业利润率将会收缩,而非扩大。 然而,尽管有这些竞争激烈的市场动态,但从2004年到2006年,恒安披露将其卫生机业务的营业利润率从23.9%提高了1226个基点,达到36.1%。 下图显示,尽管竞争激烈的市场限制了恒安其他消费品业务,即使经合一次性纸妙库营业利润率的增长,但恒安卫生机业务的营业利润率仍未受市场压力影响。 78年上半年营业利润率高达51%,我们认为恒安披露的卫生机营业利润率令人难以置信,是出翻场必有妖。 恒安披露的卫生机业务的历史资产回报率同样值得怀疑,其声称,2016年卫生机业务的资产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72%,在本报告中,我们呈现证据以支持我们的观点,即恒安自2005年以来已经伪造了110亿人民币的净利润,这在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虚假现金。 我们通过审查以下文件,形成我们的意见。 恒安集团4公司47份年度工商局本案资料和36份信用报告中文。 恒安中国从2016年至2018年12月,提交的债券8新说明书中文。 恒安中国2013年至2018年9月30日的合并及公司账目中文。 恒安日期为2016年8月9日的2016年第一期中期票据目击说明书中文。 广东景星健康护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景星,2018年6月19日的上海。 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申报告中文。 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百亚2017年7月20日的深圳委股股票招股说明书,申报告中文。 恒安自2001年以来的18份中期报告和17份年度报告。 英文。 恒安自1999年以来的公告英文。 恒安1998年全球发售招股说明书英文。 黄城集团2017年年度报告英文。 恒安竞争对手的年度报告,英文和中文。 对公开文件的详细审查,使我们确信我们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我们认为,恒安通过使用,为搞的财务报表来欺骗投资者。 以吸引毫无热心的投资者,向恒安贷款,并购买其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A,恒安中国与恒安之间,难以理解的业务盈利能力差异。 自2016年以来,恒安最大的主要子公司恒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恒安中国,更提交了八份债。 券目及说明书,统称为恒安中国再券目及说明书。 尽管恒安生成拥有领先权行业的盈利能力,在单单过去五个月内,恒安中国向投资者搭行了六期债券,共筹及75亿元人民币。 我们审阅了恒安中国债券目及说明书,并认为恒安中国披露的业绩,支持了我们的供典。 即恒安在其香港交易所的披露文件中,其卫生金业务的营业利润位率,被大幅度的徐增。 2013年至2017年,恒安中国报告的总销售额,和各业务分布销售额,与恒安在香港交易所的披露中所报告的数字相符。 恒安中国的纸巾,和一次性纸尿布业务的营业利润率,与恒安公布的数据相符。 因此,我们审阅认为恒安中国公布的卫生金业务的营业利润位率,也跟恒安在香港交易所的文件中向投资者披露的数字相符。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恒安中国的纸巾和一次性纸尿布业务的营业利润位率,与恒安公布的数据相符。 但恒安中国卫生金业务的营业利润位率,远低于恒安在香港交易所的文件中,向投资者披露的数字。 特别的,恒安中国披露其卫生金业务,平均营业利润率约为31%, 比2015年至2017年恒安在香港交易所的披露的数据低1,215-1,477个基点。 值得注意的是,恒安中国和恒安报告的业务分布营业能力之间的巨大差异,只出现在其卫生金业务。 执金或一次性纸尿布,业务不存在该差异。 怎么会这样? 披露的营业利能力存在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卑信了恒安中国披露的公司间内部交易, 试图找出恒安与恒安中国披露的卫生金业务利润之间的巨大差异。 根据恒安中国的披露, 几项时加菲恒安中国子公司的恒安集团内公司, 恒安其他子公司进行了采购, 针对在中国大陆的七家恒安其他子公司, 恒安其他中国子公司, 我们审阅了他们在中国当地工商局的资料, 中国的资料显示, 2015年到2017年, 恒安中国的采购占恒安其他中国子公司, 总收入的96%至98%, 这将我们表明, 恒安中国几乎完全是恒安其他中国子公司的收入来源。 公司欺诈的特定之一, 是内部人士与关联邦进行虚假交易, 根据欺诈者想要的业绩结果伪造交易量, 收入或利润。 这些虚假交易, 通常只是紫面交易, 因此伪造的买卖活动, 作为应收款和获应付款, 出现在交易对手的资产负债表上。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恒安集团与恒安中国的公司间内部交易量超过任何, 恒安其他中国子公司。 恒安集团2014年至2017年的信用报告显示, 其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余额发生正大变化, 2017年这两个项目, 还奇怪的存在负余额, 我们很少遇到任何负应收余额和负应付余额的经营业务, 然而, 考虑到恒安集团唯一的交易对手是恒安中国, 我们猜测恒安集团奇怪的余额是其比恒安中国的集团兼虚假交易的副产品。 根据恒安中国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披露, 福建恒安集团厦门商贸有限公司, 厦门商贸是恒安中国2017年收入最大的子公司, 恒安中国我披露的2017年非合并总收入为人民币, 430亿元, 而厦门商贸的收入为人民币236亿元, 对我们来说, 这表明厦门贸易与其他恒安的子公司进行交易, 然后卖给其他恒安中国的子公司, 创造虚假公司间内部交易, 以伪造利弱并平衡其账目。 根据恒安中国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披露, 2015年和2016年厦门商贸收入非常有限, 资产和负债余额基本保值一致, 然后在2017年, 厦门贸易的收入突然增加了6600亿元, 236亿元, 而其资产和负债增加了400亿元人民币, 120亿元, 我们认为厦门商贸交易量的突然增加是比恒安其他子公司, 进行虚假公司间内部交易的产物, 余额显示为厦门商贸资产负债表上的虚债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 我们发现, 厦门商贸的工商局文件, 与恒安中国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披露不同, 根据厦门商贸的工商局文件披露, 72015年至, 2017年每年收入超过人民币, 210亿元, 到根据恒安中国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披露, 厦门商贸2015年和2016年前9个月的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13亿元和2.65亿元, 我们将这种差异归因于管理层在企图隐藏虚假交易时, 做出的不一致披露, 此外, 恒安中国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 截至2017, 财年, 厦门商贸的资产和负债分别突然增长, 400%支人民币, 125亿元和123亿元人民币, 然而, 厦门商贸的工商局文件显示, 厦门商贸的资产和负债在, 2017年与恒安中国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披露相比较低, 71%, 71%和74%, 厦门商贸工商文件披露的资产负债表, 历来主要是其他应收款和应付款, 以及有限的现金和存货余额, 这正是了我们的观点, 即厦门商贸被恒安用于伪造公司间内部交易, 旨在人为的夸大恒安的盈利能力, 我们认为2017年厦门商贸突然的财务活动增加并非巧合, 相反, 我们将这些报告的数据归因于, 2016年11月30日新月命的内部首席财务官许大作先生, 去图清伪造的交易, 33年前, 18岁的许大作先生加入恒安, 也就是1985年, 恒安成立之时, 许大作先生, 是恒安首席运营官许水生先生的兄弟, 许水生也是33年前, 与恒安安成立之时加入恒安, 当时年仅15岁, 许大作和许水生同时, 也是恒安首席执行官许连杰先生, 恒安首席执行官的藤弟, 在我们看来, 这似乎更像是一个家族企业, 而不是一家上市公司, 卫生金是一种消费品, 恒安中国披露其卫生金业务, 平均营业利润率预略, 31%, 比2015年至2017年, 恒安在香港交易所的披露的数据低, 1215至1477个基点, 恒安集团和厦门商贸, 在信用报告和工商局文件中, 显示的财务数据与恒安中国债券, 募集说明书报告的财务业绩, 出现莫名其妙的差异, 表明恒安中国的债券募集说明书, 也存在许赠恒安的实际盈利能力的可能, B,恒安财务副总监称, 恒安的卫生金业务率, 与恒安中国一致, 2018年11月3日, 我们采访了恒安的财务副总监李北辽先生, 恒安财务副总监, 李先生同时也是恒安的投资者关系代表,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和恒安中国的监视, 我们向恒安财务副总监咨询了恒安中国债券募集说明书, 和恒安香港交易所披露中出现差异的原因, 恒安财务副总监并不清楚恒安中国披露的数据, 是恒安中国披露的未经业务的业绩数据, 应当和恒安在香港交易所的披露一, 其毛利率约为70%, 营业利润率约为50%, 我们进一步提出了我们的问题, 特别询问了恒安卫生金利润率的细节, 令我们惊讶的是, 恒安财务副总监清楚地告诉我们, 恒安卫生金的营业利润率与恒安中国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披露的一致, 在恒安财务副总监给出的一个例子中, 其计算出恒安的卫生金业务营业利润率为29%, 远低于恒安在香港交易所披露的51%, 恒安安财务副总监的进去调查电话会议节选, 问题, 我知道你的卫生金业务的毛利率很高, 而且我知道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分销网络, 你能不能给我, 如果顾客以100元人民币的价格搁买了一包新度空间, 你能否给我进行利润的细分, 争取多少钱, 经销删多少钱, 超市多少钱, 营销费用多少, 你能不能给我这个细分,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价值链, 谁能再链调商赚多少钱, 因为你的毛利润率很大, 但我认为你的营业利润率不是很大, 恒安财务副总监的回答, 如果零售价是100, 那么, 例如, 如果我生产是10元, 也就是我们的齐度空间的生产成本或生产价格, 在到达零售商之前, 在每个部分我将按顺序添加大约20%至30%的加价, 所以, 例如, 我的成本是10元, 我会以12元卖给我的销售团队, 然后我的销售团队, 将向本销商大致以14元卖出, 然后, 本销商将进一步以18元到20元向零售商出售, 然后零售商将进一步增加20%, 大概以24元卖给客户, 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认为, 横安中国债券目击说明书, 和横安财务副总监所取的例子, 都使得横安在, 18年上半年所披露的, 51%的卫生金业务营业利润率不那么可信, 然而, 考虑到横安财务副总监的描述, 和横安中国债券目击说明书中的公司披露与工商之文件存在不一致, 我们估计横安卫生金业务的实际营业利润率低于, 29% 非竞争对手首席财务官评论, 显示, 卫生金业务营业利润率最高为15%, 作为我们尽职调查的一部分, 我们与第三方专业者进行了交流, 以更好的了解中国卫生金市场的竞争格局, 经过与熟悉, 中国卫生金行业的竞争对手首席财务官的电话沟通, 我们了解到中国品牌卫生金生产商, 在尽力实现15%的16%的营业利润率, 远低于横安中国债券募集说明书中, 所披露的卫生金业务营业利润率, 我们请竞争对手的首席财务官, 列出卫生金业务的价值列, 并估计各个部分的最佳利润率, 竞争对手首席财务官估计OEM, 生产商的营业利润率最高为5%, 而非参与生产的参与者, 从事卫生金的营销和品牌推广, 最多为10%, 两个利润率加, 在一起表明最佳卫生金业务的营业利润率, 为10%至16%, 当竞争对手首席财务官, 给我们解释人民币100零售价卫生金产品的利润细分时, 根据竞争对手首席财务官的计算, 恒安等品牌制造商可以实现16%的营业利润率, 竞争对手首席财务官, 在两个不同的价值列例子中估计, 一个卫生金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最佳营业利润率, 每15%的石油, 2018年和2017年, 恒安的两家国内卫生金竞争对手广东景兴县康护理食业股份有限公司, 景兴和重庆百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百亚, 分别提交了上海和深圳A股商市招股书的申请版本, 景兴是卫生金的ODM制造商, 通过品牌包装和设计增加价值, 卫生金的生产则由供应商负责, 景兴超过90%的销售收入, 来自其品牌卫生金产品, 在2017年, 景兴的卫生金销售额达到人民币16亿元, 营业利润率为9.3%。 另一个国内竞争对手百亚制造和销售自由品牌的卫生金, 在2014年到2016年, 百价有73%以上的收入来自卫生金业务, 其在2016年实现卫生金销售额人民币5.46亿元, 营业利润率为10.5%。 虽然恒安报告的卫生金业务的营业利润率为 百分之五十一, 但恒安财务副总监的解释和恒安中国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披露均显示 卫生金业务的营业利润率应该在 百分之二十八到三十三之间, 竞争对手的首席财务官, 告诉我们一个品牌卫生金生产商最多能有 十五至百分之十六的营业利润率, 两个恒安的国内直接竞争对手只获得了 百分之八到十一的营业利润率, 恒安真正的卫生金业务营业利润率是多少, 恒安伪造利润的时间有多长? 我们怀疑恒安于2005年开始伪造其卫生金业务的利润, 当时, 面对激烈的竞争, 恒安的卫生金业务的盈利能力 与披露的借款数额一样莫名其妙的飙升。 2004年, 恒安报告的卫生金业务的营业利润率为 23.9%, 虽然23.9%的营业利润比竞争对手首席财务官建议的 品牌卫生金生产商的风筑利润率高出 50%, 但我们确信恒安的领先市场份额和规模 已经只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 我们认为, 对于像卫生金这样的消费品来说, 为恒安的规模经济给予, 50%的利润率优势是合适的, 如果不是慷慨的。 如果我们将恒安, 2004年卫生金业务的营业利润率, 23.9%应用到从2005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时间段, 根据我们的估计, 自2005年以来, 恒安从其卫生金业务, 累计是报了人民币94亿元的利润。 我们认为, 恒安伪造的利润, 在资产负债表上, 表现为失调现金。 伪造的银行业额, 投资者应对那些好成路的大量净利润, 且拥有大量银行存款, 却继续严重依赖短期借款的公司持怀疑态度。 正如恒安中国的债券募集说明书所披露的那样, 截至2018年6月30日, 恒安报告的营业基金余额为人民币75亿元, 接近历史高位。 尽管恒安披露了较高的营业资金盈余, 但是在2018年8月到12月的5个月里, 恒安向投资者扒行了6期债券, 总进入资人民币75亿元, 其中大部分收益声称将用于营业资金。 就在上星期, 恒安又募集了两期本金, 总额到人民币2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用意补充流动资金。 如果恒安报告的营业资金盈余达到峰值水平, 那么, 为什么恒安需要筹集资金, 来支持其营业资金需求? 我们认为恒安近期, 增加借款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恒安报告的现金余额是伪造的。 截至2018年6月30日, 恒安披露的银行结余为人民币198亿元, 其中人民币134亿元为短期银行定期存款。 恒安财务副总监告诉我们, 恒安2017年末的现金和银行结余又一半是离案的。 为了确认恒安财务副总监, 关于目前恒安的现金余额的一半在离案的标书, 我们使用了分类加总分析法, 来分析恒安的公开披露, 恒安中国债券募集说明书和恒安中国子公司的信用报告。 具体而言, 我们将恒安中国合并和恒安上市公司本身, 从恒安合并中口除, 这样我们将留下一些位于境内, 恒安其他大陆子公司和离案, 恒安其他离案, 自公司的插头子公司, 信用报告披露了恒安其他大陆子公司的银行结余。 如果我们减去恒安其他大陆子公司, 剩余金额就是我们期望的, 恒安其他离案子公司的银行结余。 恒安2017年年报披露,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恒安公司的现金集银行结余为原免币0.16亿元。 恒安中国债券募集说明书写示,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恒安中国极其子公司持有人民币73.4亿元的银行结余, 而恒安其他大陆子公司的信用报告, 披露了共进人民币30亿元的银行存款余额。 我们通过文类加总分析法估计得到,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恒安其他离案子公司的银行存款余额为人民币104亿元。 约占恒安报告的合并银行存款余额人民币210亿元等, 50%与恒安财务副总监的描述相符。 我们分别估计, 2014年和2015年恒安其他离案子公司的现金和银行余额分别为人民币15亿元和人民币14亿元。 可以的是恒安其他离案子公司的现金和银行余额从2015年到2017年的两年内从人民币14亿元增长至人民币105亿元。 恒安财务副总监给出了为什么恒安一半的现金余额在海外的三个原因, 一国际元材料销售, 二国际元材料采购, 以及三粒绿套利安排。 然而, 我们质疑这些解释的特性度, 因为2016年和2017年恒安的离案现金余额与2014年和2015年的离案现金余额相比大幅增加。 根据我们的计算, 2014年和2015年恒安的离案现金和银行结余仅占总额到10%, 而在2016年和2017年离案现金和银行结余仅占比达到50%。 恒安在其年度报告中披露, 自2014年以来, 国际销售额占恒安公司每年报告收入的比例不到10%, 这表明国际销售增长并不是恒安离案现金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 恒安中国于2018年7月20日发布的。 2018公司差券第一期目击说明书披露, 其2015年至2017年的原材料采购年度变化不大, 这表明原材料采购并不是恒安离案现金和银行结余在。 2016年和2017年大幅增加的原因, 关于现金余额中有一半是零二大, 恒安财务副总监的第三个理由, 是无惠对风险的利率套利策略。 在我们的电话会议中, 恒安财务副总监详细阐述, 恒安无惠对风险利率套利计划的细节和机制, 与恒安财务副总监的净值调查电话会议节选。 问题,我想谈谈你的资本配置, 让我感到困惑的一件事, 是你有很大的现金余额, 但你也有很大的借款余额。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恒安财务副总监回答, 我们总是在我们的国家, 在我们的城市香港做很多利率套利, 我可以与你分享去年的情况, 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 例如,在2017年, 我们在香港的平均贷款利率, 以港元和美元计算计费每年, 1.4%, 我们从香港借钱, 然后我们在一些银行存款, 这些银行是安全的银行, 并一直持有直到到期。 存款的利率, 谈到定期存款利率, 大概为2.2%至2.4%, 存款到期日与借款相匹配, 我们的大致收益约为100个基点。 这就是为什么在2017年, 我认为, 我们从这种预测中大约有11亿的净利息收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这种借款和现金套利的原因。 我可以和你分享, 是的, 例如, 在香港, 我们的香港借款只会以港元和美元计值, 而我们的存款只会以港元或美元计价, 而这些资金的币种完全相同。 所以我们没有, 理论上, 我们没有任何汇率风险。 另一方面, 在中国大陆, 我们介入人民币, 我们将其用于这些目的, 支付我们的人民币费用, 或者存为人民币存款。 是的, 我可以与您分享, 您也可以查看, 我们的融资活动没有任何汇率风险, 融资活动没有。 问题, 您的借款, 您的金内借款, 是否是更高的利率? 我不明白, 因为你的在按借款, 利率是4或5或6或者什么, 并且是短期借款, 和安财务副总监, 是的, 但我们也获得了, 6%的存款利率, 这也是100个基点的收益, 这就是为什么它实际上是相同的利润率, 我们在境内, 以更高的利率借钱, 但我们的存款利率也很高, 所以这就是我们进行这项活动的原因, 在恒安于2018年8月22日召开的, 2018年第二季度业绩电话会中, 恒安首席执行官讨论了恒安, 实施的无讳对风险利率套利的细节, 及在其借款的利息费用, 与其银行存款所赚取的利息之间, 赚取利差。 我们的疑问是, 恒安利安银行结局的指数增长, 能有多大可能源自其无讳对风险的利率套利策略呢? 这听起来有点像经典的卖道敷货, 可转化价差套利, 产生无风险回报的桥段。 首先, 世界上哪里可以低于另一家银行支付存款利息的利率, 从一家银行借款, 而不承担货币风险? 其次, 如果确实有机会在银行借款和银行存款之间无风险套利, 100个基点, 难道来自更加成熟, 已经在货币套利领域, 且有更多资本的金融机构的竞争不会很快如果不是一夜之间, 坚持掉这一无讳对风险的利率套利策略的利润率吗? 我们认为更可信的解释是, 恒安伪造了其报告的现金余额, 及其短期定期银行存款的净利息收入。 从2002年到2008年, 恒安报告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占其披露的现金余额到100%, 2009年, 恒安开始使用一个, 名为银行存款的新财务项目, 近来在的公开披露中被称为银行定期存款, 恒安报告的银行定期存款余额, 随着时间的推移显著增长, 截至2018年6月30日, 欺扎恒安报告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余额的 77%下图列是了2009年, 引入银行定期存款项目以来, 其律师增加情况。 我们怀疑, 恒安几乎所有的短期银行定期存款都是伪造的。 根据我们的估计, 自2009年以来, 恒安已经从伪造的短期银行定期存款中, 额外伪造了人民币16亿元的利息收入。 人民币16亿元是我们对紧犹造的, 短期定期存款产生的捏造利息收入的估计, 这不包括长期银行定期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 如果我们将恒安失增的卫生金业务的利润, 和基因需在现金预额趋增的利息收入相加, 我们估计出自2005年以来, 恒安至少失增了110亿元的累贴利润。 获利情况, 根据我们的经验, 大多数欺诈者的意图是让内部人员 从骗局中以毫无借心的投资者为大家来得到极大的好处。 就恒安而言, 我们指出恒安通过第三方借款来支付过大的股息, 和与未披露的关联邦, 设计在中国福建一家恒安资助的非核心物业的建设和营业进行交易。 A,人民币78亿元的股息, 该骗局的策划者亦获得丰厚的现金回报。 自上市以来, 恒安的创始人, 董事长施文博先生, 和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许林杰先生各持有恒安约20%的股份, 其他内部人士共计持有恒安3-9%的股份。 自2005年以来, 恒安供支付人民币186亿元的股息, 这意味着恒安内部人士从股息中赚取了至少约78亿元人民币。 这个骗局很简单, 向投资者报告利润, 并向债权人进入资金, 以支付本来无法支付的股息。 根据我们的估计, 恒安的实际盈利能力, 无法支撑其最近的历史股息支付比率。 这表明恒安的股息是通过债权人借款, 而不是恒安产生的利润外来支付的。 根据我们的估计, 恒安自2014年以来的实际派息, 已超过其净利润, 比内部人员从恒安投资的福建房地产项目中获利。 我们相信恒安向投资者, 谎畅, 恒安中国子公司的买方是独立的。 并且, 恒安没有透露, 恒安首席执行官的私人家族业务, 涉及恒安与中国福建的房地产的设计, 建设和运营。 具体而言, 恒安内部人士让恒安首席执行官的私人家族企业, 在没有透露其与内部人士之关系的情况下, 利用恒安在福建厦门恒安广场, 厦门恒安广场的现金投资从中获利。 未披露的利益, 包括来自费用的现金, 以及未披露的关联方译。 0.7被2016年净利润的低价购买赚取物业管理收入到恒安自公司。 2012年9月9日, 公司宣布计划将建设中的培训中心改建为厦门恒安广场的酒店。 当时恒安已经花费了, 2.2亿港元建设培训中心, 现在将为酒店转换项目增加, 3.6亿港币。 现在, 厦门恒安广场已经完工, 酒店由喜尔顿运营, 恒安不从事酒店管理业务或绑地产投机业务。 那么为什么他会决定投入, 5.8亿港币到非核心财产? 为透露给股东的证据, 指出恒安首席执行官许连杰先生的家族企业从中受益为起研, 一个当地在线物业门户网站。 披露, 厦门恒安物业有限公司, 厦门物业, 负责厦门恒安广场的物业管理。 恒安中国2017年3月24日的, 2017年第1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披露, 厦门物业在2016年前9个月, 产生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30万元, 较2015年全年净利润增长300%, 恒安中国2018年8月20日的, 2018年第1期超短期融资券说明书披露, 恒安中国于2017年4月10.7倍2016, 年净利润的低价向一家生成独立第三方出售厦门物业, 重代价为人民币120万元, https www.shclearing.com.fxp.lsip.200.1.880.1.808.275.179.70. HTML 证据显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工商局的备案文件显示, 厦门物业的买包, 被厦门奥盛环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奥盛环桥转让时, 奥盛环桥由恒安首席执行官, 为披露的长期合作伙伴陈秀运所拥有, 奥盛环桥的所有权于2018年5月21日被转让给安藤集团有限公司, 安藤集团, 安藤集团的执行董事许清水先生, 为恒安首席执行官的儿子, 安藤集团的两名股东, 军寿辟与许连结先生的四人家族企业连结投资集团, 在中国当地政府, 2017年3月8日公布的一份工作组名单中, 陈秀运和许清水, 均列为连结投资集团的员工, 国家工程局的备案文件显示, 杨绍运为全州全商之业有限公司, 全商之业的董事, 而许清水先生在该公司担任董事长, 全商之业是全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责公司, 而恒安首席执行官许连结先生, 担任全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我们认为这些政治清楚的表明, 恒安恍畅将其厦门物业, 处置全卖给独立第三方, 实际上, 恒安中国以0.7倍2016年净利润的低价, 向恒安首席执行官未披露的关联方出售厦门物业, 出售价格远低于公平的市场价格, 我们认为, 如此大幅折扣的转让价格显示, 这一转让实为恒安首席执行官, 以少数股东的利益为代价, 将恒安的资产向微披露的关联方转移, 在公司击诈的案例中, 使用员工或朋友作为自人企业的代持股东来掩盖事实上的自我交易并不罕见, 然而, 出售厦门物业, 似乎并不是恒安首席执行官, 从厦门恒安广场项目中获益的唯一途径, 连结地产集团隶属于恒安首席执行官的私人家族企业连结投资集团, 连结投资集团的名义大股东, 是许清流先生的妻子吴美云女士, 而许清流是恒安首席执行官许连结先生的儿子, 及吴美云女士为许连结先生的儿媳, 连结投资集团的网站显示, 请办公室在厦门恒安广场, 早在2011年, 连结地产集团就宣传厦门恒安广场是其建设和开发项目之一, 另外, 一天于2013年8月, 在当地网上物业门户网站上, 发布的项目推广文章披露, 厦门恒安广场, 由连结地产集团开发, 至此, 我们认为恒安首席执行官的私人家族企业, 设计厦门恒安广场的设计和建设, 恒安宣布预期至2014年投资5.8亿港元, 但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激进展的进一步详情, 我们派遣调查人员前往福建, 确认是工艺完成, 房产一投入使用, 恒安没有披露与恒安首席执行官的私人家族企业存在交易关系, 也没有披露最终用于建设厦门恒安广场的建筑成本, 我们尝试过但无法获得厦门恒安广场的任何历史财产记录信息, 我们鼓励监管机构审查厦门恒安广场过去的所有权信息和税务记录, 特别是土地和增值部分的记录, 以了解恒安内部人士在厦门恒安广场建设中的自我教育程度, 免则, 智通财经网发布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 不代表本网的供典和立场, 文章内容, 不构成投资建议, 投资者据此操作, 风险自担, 文文,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哎哟,